一位伯伯因为肛门被压物插入 致死的事件是做了一个回应的 看回医院的回应 其实跟我和家属去医院见面的时候 所知道的资料都是接近的 所以家属都表示 其实对医院的寄招 表示都是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而医院他说 他今天很肯定地说 医生和医院没有下过一些通便程序 而这个也都认同我们所说 超越了医疗的失误 其实我们和家属都认为 其实医院很大程度 是表示那两位病人照顾的助理 是有问题的 而家属也都觉得 今天的几天是解释不到他们的质疑 例如他们曾经在23日 电话也好 或者当场和一些护士或者护士长 联络过 是知道有一关他爸爸有些宿便也好 或者有人帮他们通过便 但是在医生也好 或者医院的记录中 是没有这些记录的 所以他们都很质疑究竟这些记录 会不会涉及的不单单一个人 那在记者会之后 为什么我现在才下来呢 因为在记者会之后 我是分别接到两三个电话 我觉得和这件案情是有关 有必要报告的 今天我收到一位姓大的女士 她向我投诉 就表示看到 昨天我和黄山开的记者会之后 她发现她妈妈上个月在屯门医院过身 而她妈妈上个月在屯门医院的过身 那个情况 和刚刚去世那位黄伯伯的情况 是有些类似的 那这位姓大女士的妈妈呢 她是因为跌了而入院 那其实本来应该出院 不过她觉得 她的脚还肿是继续留意的 那之后呢 医院发现她的肚子似乎有些脏 问她照不照镜 那他们都打算去照 那医院也提早帮她照了 但是他们没有追究的 那后来呢 过多几天之后呢 医院就突然间说她妈妈的状况 不很差 是有些不尋常 那可能有些内出血 那大肠啊那些 也都可能是有事 那叫她们要来医院 那去到医院的时候呢 医院也都跟 好像黄伯伯的状况那样说了 就跟她说呢 现在病人情况很危态 如果做手术的情况呢 都可能不理想 那救回的机会也都不大 问她们做不做 那由于那个婆婆的年纪也是很大了 那所以她们呢 都决定不做 那最后呢 在决定不做之后 在十几个钟内呢 就去世的 那当时呢 其实 她们知道呢 都可能是涉及到大肠啦 还有是有个伤口啦 或者是内脏有出血的 那但是由于 婆婆年纪都大呢 和婆婆呢 是过去有一些 叫做 长者有一些之外那样的 那所以呢 就不是好像黄伯伯那么清醒呢 可以说回呢 她被人呢 是用硬物插入江门这样的过程的 那 所以她们呢 当时是没有追究的 那但是她们见得到 昨天的记者会之后呢 她发觉整个过程呢 其实 和黄伯伯遭受到的遭遇呢 是很类似的 无端端脚痛进到医院呢 为什么会有个肠 是有问题和有伤口 跟着又死亡的呢 所以她呢 就找我求助 那我也都是正式呢 就着这宗的个案呢 去反映了给医管局 要求医管局有个交代的 那另一宗呢 电话打给我呢 就是那些前 屯门医院的病人 护理助理 前PCA 打给我 她就说呢 其实呢 在她离职了之前或者之后呢 都是 都是知道呢 是有些的病人 病人那个照顾的助理呢 在屯门医院呢 都会有私自帮一些的长者呢 是做一些类似通便的程序等等的 那这些 她不知道 是有没有 护士或者医生呢 是落个命令的 但是她知道有人是这样做的 那她也都觉得可能和这一宗是相关的 那综合了刚才那位婆婆去世 上个月在屯门医院的事件 加上黄伯伯 那我自己是 和家属 黄先生呢 都是有很大的质疑疑问呢 究竟黄伯伯的去世 因为黄伯伯的去世的事件呢 是不是单一的事件 是不是个别的事件 是不是其实在 因为过去一段期间呢 在屯门医院里面呢 都有一些PCA的护理人员呢 是没有根据程序的情况之下呢 私自帮那些长者呢 是做一些通便的 那这一件事是非常之严重的 那我要求呢 屯门医院也好 或者医管局也好呢 应该 除了现时交给警方去调查之外呢 应该要彻查整个事件 是 要问其他的病房 会不会有类似的遭遇 或者病人 那究竟是不是单一的事件 因为 在新闻出了街之后呢 已经有 个案打给我求助 遇到同样的遭遇呢 希望呢 要帮他们呢 找出个真相 和公道 可惜他们当时 因为其实过去 婆婆是因为 有老人之外呢 所以他们不能够呢 在婆婆口中知道 好像黄伯伯 讲这么多的东西呢 所以他们才放弃了解剖 和死因裁判的而已 那 如果他们 早一日看到这些新闻呢 他们一定会追究的 而刚才我说的前 团门那个 护理人员所说呢 亦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就是 有人呢 是会有私自呢 是做一些通便的情况 那我是要求去撤查呢 究竟黄伯伯那件事件 是不是单一 会不会团门医院 在过去呢 都有其他类似的事件 亦都有类似的事件 令到有其他病人 是因此而死亡呢 那这个我觉得 医管局是应该要交代的 那位婆婆呢 是上个月中呢 在屯门医院过身的 她最初呢 是跌倒入医院 那 其实很快呢 都 屯门医院说可以出院 但是她见得到呢 扶婆婆起身的时候呢 她的脚更肿更痛呢 那希望可以多住一段时间 那后来呢 就医院告诉他们呢 发觉她的肚子有点胀 那建议他们照 照搶镜那些的 那但是照完搶镜之后呢 其实都发觉了是没有什么事的 那直至过了 不够一个礼拜呢 医院是很急地打电话 把他们呢 就说 似乎 腸啊 有点出血啊 或者有点伤口啊 也都很严重啊 叫他们来医院 去到医院呢 就 也都好像黄伯伯那样 就问他们 就是说要做手术 不过手术的风险是很高 很大机会死亡 病人年纪都这么大 也都怕他们熬不住 那所以他们呢 基于种种的原因呢 也都决定是没有做到的手术 那结果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呢 那个婆婆呢 也是因此而去世的 那他们 因为婆婆有点痴呆呢 说不到情况给他们听 所以他们呢 是 他们虽然都觉得好奇 为什么会跌倒 进医院 变到 肚子有事 肠有事 因此而过了身 那但是他们是 就是没有追究到的 那直至呢 是见到昨天那个 记者会见到黄伯伯的遭遇呢 他们觉得有可疑 也都觉得是有类似的情况呢 所以他们是打电话来 给我求助 希望可以 因为已经是火化了 其实他们昨天 是出了笨的了 但是他们都希望 可以找回个真相 我所知道呢 他们都说 知道有个人是这样做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我自己就 暂时 不知道了 但是 有此就是一个人 会有这样做的 如果是否会有其他人 会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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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正的伤口 在哪里呢 或者是死因呢 其实他们都 没有了解得太过 仔细和清楚 那我现在呢 是要做呢 就是要拿回所有的 医疗的报告和记录呢 希望了解清楚 希望了解清楚 婆婆 在上个月去世呢 为什么会因为跌倒 突然间变到 肚脏 腸有问题 出血 还有有伤口 要求呢 在医院 给了些记录呢 为什么会 那个过程 是去得这么快的呢 好 那 那 那个婆婆呢 大约八十多岁的 那 而那个前屯门医院的 PCA 就是病人 照顾那些助理 护理员 那 他自己都是 之前在屯门医院 也是听回其他的同事所说 知道是有人 都有这样的类似行为的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班 出来的 所以呢 他本身可能 不是太认识他的 但是他从其他的 前同时后中 是知道这样的情况 好 还有他 入院之后 他入院是多久的时间 就是婆婆入院 知道女生 过生是多久的 我 所理解 婆婆由入院 去到过生 都是一个月内的时间 那 其实就不是很长的 所以 他们都不明白 为什么有脚痛 然后突然间变了肚脏 然后要验肠 验完肠之后 突然间一个星期内 是 变了 可能肠有伤口 失血 要做手术 这些 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 抱有很多的疑问 特别是到了 昨天见到记者会 黄伯伯在屯门医院的遭遇 因为他们自己 都是送到屯门医院之后 才出现这些问题 甚至屯门医院去世 所以他们都觉得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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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普通一句 我们就会 其实我们跟那个 性大的家庭也都联络了 我会先向医管局去了解 拿回医疗记录 那么他们呢 是跟医院呢 再来一次会面呢 先决定 下一步的追割行动 甚至乎 是会不会去报警的